難道是聽到韓院長春聯搶翻天 在韓國瑜重磅推出春聯後 隔天一早朱主席老店酒勞咖 手寫春聯大放送 最夯的兩個春聯 一個是我們國民黨推出的 樓舞探集 但前一天公布的中常委 改選登記名單反應很冷淡 因選二十九人僅二十七人 響應破天荒 只要你有登記 就直接當選中常委 當選了 恭喜恭喜 我也很意外 你還是要跟我拜票 這次我選過這麼多選舉 可能這次是覺得 最輕鬆愉快的一次 整個大選結束之後 那也許沒有這麼多的 引起這麼多的一個注意 國民黨現任立委唯一連任 中常委的政政前 相較於其他欄委 包含傅昆琦 侯孟凱 尤浩 以及謝依鳳罕見都不爭取連任 更加靠攏韓國瑜領軍的立法院 本屆十一會期立法院的第一個會期 我相信我們的事務 一定會非常反重 那我所以我最主要是以立法院 以及地方的選服為主 國民黨現在已經在立法院 是最大最大黨 我們中常會所有的決策 是變成我們立法院最大的支撐 更有前中常委直指 黨中央刻意弱化 中常會也讓過往常委興趣缺缺 探開這回候選名單 國民黨組發會主委 許宇貞包媚 許玉寧 諸一輪小舊子高斯伯等 親駐人馬都出現 加上主席握有指定六席常委提名權 例如青宮會青年團等保障名額 加起來就有八席親駐常委 我們本來就是兩大主軸 一個是我們的國會 我們國會五十四席的黨團成員 現在是最關鍵最重要的力量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十五位的地方縣市長 至於黨只是一個平台 國民黨中常委年後大喚血 跟突顯黨內朱函勢力板塊持續猶疑 近新聞 石油尾 徐聰昌報道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